美國前國務卿 龐培歐訪問高雄 在今天早上九點 在世界臺商聯合走會 年會開幕議事上致辭 而總統蔡英文也到場了 兩人是睽違半年再度同框 也分別發表臉說 現場最新的狀況 把時間交給蕙琦 好的 總統觀眾 我們持續問題 只要問美國前國務卿 龐培歐的最新動態 今天他的行程是一早 就來到世界臺商總會年會的開幕式 來參與這個開幕式活動並且致辭 而且這場活動中 總統蔡英文也出席 兩個人是從今年三月見面之後 現在再度的同框了 而兩位也都分別發表了演說 我們帶你們來看稍早的畫面 這個區域的唯一嚴重 人們想要斷斷 我們知道是正確和正確和正確 其實是中國共產黨的 謝謝他們對台灣的重視與支持 我們給他們掌聲歡迎好不好 這次他們來到高雄拜訪企業跟我們的產業界還有各位臺商朋友交流 我相信我們雙方都有滿滿的收穫 我也期待未來我們一起繼續努力 讓台美之間有更多交流 我們沒聽到蓬佩奧他在致辭的時候表示 台灣對抗中共威脅的這個精神鼓舞了大家 而他也要提醒台灣人 他們永遠有一個朋友是美國 那另外蔡英文也提到 他是三月份的時候在總統府接待蓬佩奧 那個時候說希望他有空常來 那沒有想到現在九月份蓬佩奧又來到台灣 那麼也非常的歡迎 那總統也重申希望台美之間可以有更多的合作 更加的深化